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说说康熙玉比天下第一福字的奥妙之处 在北京的人都说,到故宫要沾沾王气,到长城要沾沾霸气,到公王府就一定要沾沾福气 公王府的福气就来源于康熙玉比钦蹄,加盖油,康熙玉比之宝印西,有着天下之一福,之称的福字碑 清代康熙皇帝一生酷爱书法,但却题字很少,所以康熙玉比是历代皇帝笔墨中流传最少的,以至于有了康熙一字值千金的说法 在今天的北京城内,除公文外经考证的康熙题字只有三个字,无为和福字 无为二字,属于故宫焦太殿权挂的匾额上,上面未加盖康熙玉比之宝的印西,而福字上却有康熙玉比之宝的印西加顶 由此更加可见天下第一福的珍西 故宫焦太殿的无为包含两重含义 其一,告诫君王不必过多干涉臣子的作为,无为而至 其二,焦太殿是朝堂与后宫的分界线,告诫后宫不要干涉朝政,到此无为 康熙帝八岁登基,九岁丧母,由祖母孝庄太后一手抚养长大,祖孙二人感情非同一般 而几位辅政大臣之间,相互猜忌,唯有太皇太后是小皇帝最大,最可靠的支持者,在祖母的帮助下 康熙秦敖败平三番,开创了一番盛世景象 天下第一福字是康熙皇帝,为其祖母孝庄太后,六十岁受臣祈福所赎 康熙十二年,孝庄太后六十岁大寿将至不料突然沉渴 太一束手无策,百般无奈之时 康熙查之上古由成帝氏,请福叙寿之说 意思是真命天子是万福万寿之人 可以向天父为自己请福叙寿 随决定为祖母请福 在沐浴摘解三日之后,一起合成了这幅庆祝了对祖母致爱的福字 并加盖了康熙玉笔之宝的印西 取义,红韵当头,福星高照,镇天下所有要写 康熙写这幅字时,只有二十岁 孝庄太后自从得了这幅字,百病全消 想高龄,得以善终,事后康熙几次 重提于笔却再也写不出其中的神韵 所以民间盛传,此幅为天赐红福 康熙所说的这个福字,不同于民间常用的饱满,方正 字形窄而狭长为寿体 读音邪寿 民间称之为长寿福,即长寿之福 俗语说,有福必有寿,有寿必有福 但是,由于福寿而字字形差异太大 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数法家,可以把福寿而字合而为一 而此福字成为了现存历代末宝中 唯一将福寿写在同一个字里的福字 被民间称之为福中有寿,福寿双全 由于其上加盖了康熙玉笔之宝的印西 因此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一枚不可倒挂的福字 更让人较觉的是,此福与民间称作一露泉一口甜的福字截然不同 其间包含了数个汉字 右上角的笔画像个多字,下边为甜 而左偏旁即是子和财字 右偏旁像个寿字 故整个福字又可以分解为多子多财,多甜多树多福 巧妙地构成了福字的含义,极富艺术性且意味深长 是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五福合一之福字 由于其中的甜不尚未封口,因此是红福无边,无边之福 孝庄太后称其为福之本源,民间则称之为五福之本,万福之源 康熙医生正机着述彻财三番收复台湾,与俄国精确边界两次清真准格尔 开疆拓土正和多甜之兆,医生有子述食,恰硬多子之端 与孙乾隆帝各执政,御家子均以高寿善终,正是多寿之人 康乾盛世长达一百多年,国父民强为多才 国泰民安则为万民多福,这多子多才多田多富多寿的福字 不仅让孝庄太后得福得寿,更令康熙这请福送福之人,受益终生 因此民间称此福为请福聚福,送福得福 至于这块福字缘和出现在的公王府花园,至今仍是一段历史悬案 民间因此而演绎出了多种说法 有的说是乾隆给二女孤伦和孝公主的陪嫁 有的说是乾隆赐给了自己的宠臣和珅 而和珅得此背后,随命人运来几千块太湖石 在后花园契城京城一条巨龙 在这条龙的位置正好是北京的龙脉上 他将天下第一福藏在龙穴悉心供奉,称之为洞天福地 或许正是有了他的庇佑 和珅从此洪福齐天,官运横通 而且裁员广进富可敌国 这一发现,很快又带来了另一个谜传 既然历代皇帝如此激挂此福 而福字碑在公王府的藏身之处并不甚隐秘 那么嘉庆及其后世的君王到底有没有找到过此碑? 如果曾经找到过,为何没有将其请回紫禁城? 于是,又一个传说诞生了 福字碑正好被镶嵌在命运洞内太湖时 天然形成的瘦子的一点处 拆碑必然将瘦子拦腰斩断 岂不成了折瘦,而整个瘦子又构成了低翠锋的基石 拆碑势必摧毁甲山 而甲山山形被垒成了二龙戏珠的龙手 拆碑就在拆龙头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福字碑朝向正好与风水中的龙脉相合 拆碑便会断龙脉 取回福字碑,要以毁龙头断龙脉 损福折寿为代价 这是任何一位天子都不会做的事情 或许这才是真的中华第一福在公王府保存至今重要原因 不论福字碑是怎样走进公王府的 天下第一福的名声却从此不禁而走 传说,谁要能给家中老人请回这一天下第一福字 就一定能够为老人天福天寿 一时之间,众多海外民流纷纷慕名前来求福 以拓印挂轴孝敬长辈 外国仿华元首政要也纷纷前来景阳天下第一福 福字碑的碑拓也成为赠予海内外贵宾的国力之一 看了今天的视频,您对天下第一福有更深的了解吗?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如果您觉得好,请点击订阅 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在评论区发布您的看法 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